大家好 來關心天氣 這個週休假期 持續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之下 一晚來臨 開始行動 在這裡交易自由 如果降雨的情況到下一週 還會再更多一些 因為接下來有水氣要移入了 未來一週的天氣狀況 可以說溫度會逐漸的要回升 但是降雨的情況 在星期三之前 都會有些短暫震雨的機會 先來看一下 在星期一的天氣狀況上面 北部東半部地區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感受上偏涼 在溫度的部分 低溫大約北部是在20度左右 高溫則是在25度 因為有些陣雨的機會 因此感受上面濕濕涼涼的 很多人就喜歡喝一些熱湯 因為在星期一 剛好又是24節氣的立冬 日冬補冬補脆康 大家吃這個麻油雞薑母鴨 適量就好 小心不要補過頭 可能會上火了 在西半部地區也要提醒 山區水氣也會稍微增加 因此在中南部的山區 也是有些短暫震雨的機會 星期二水氣會再更多一些 西部地區放晴 但是在東半部地區 以及北台灣 都還是有震雨的天氣形態 那在溫度的部分 跟星期一相差不大 但是從星期三開始 冷空氣一路持續減弱 水氣也會逐漸的減少 星期三到星期六的這段時間 溫度是一路的回升 那在北台灣的高溫 是可以來到28度左右 感受上面溫暖舒適 局部地區 東半部 東北部的陰封面 偶爾會有一些的短暫震雨 所以未來一周的天氣狀況 目前看起來 從星期三之後 是一路的穩定晴朗的天氣形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最新的這一張 色調強化雲圖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台灣附近的水氣 目前看起來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可以注意到 在菲律賓東北側的海面上面 這邊的水氣帶 接下來會持續的往北邊來移動 那台灣附近又剛好吹得 比較偏東北風進來 因此這水氣被拉上來之後 東北風把它帶進來 在迎風面的地面 就容易出現比較明顯的降雨 北部東半部地區 就有局部大雨的機會 那這樣的一個天氣形態 預計在星期一到星期二的時候 都會是有降雨的天氣形態了 那我們在接下來 繼續帶大家來看到 在降雨區域的部分 從這一張雨區域測圖 可以清楚看到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東北部以及東半部宜蘭 還有花蓮的沿海地區 會是降雨的主要區域 明天白天之後 水氣更增加一些 剛剛講到的這些區塊之外 包含了北部的山區 以及花東的山區 都有鎮雨的機會 另外剛剛講到中南部的山區 也會因為隨著水氣的增多 而有些零星鎮雨的機會 因此在接下來 明天白天 一直到星期二的這段時間 降雨的情況 降雨的區域 會比今天更加顯著 那我們繼續從地面天氣圖 要提醒大家 接下來整個高壓系統 是持續往日本的方向來移動 台灣附近在星期一星期二 還是吹比較偏東北風進來 北部東半部 感受上面稍微偏涼 但是隨著高壓系統 進入到日本附近之後 台灣附近就會開始吹 比較明顯的東風進來 吹東風之後 感受上面溫度 就會逐漸的回升了 在星期三到星期六的這段時間 感受上面溫暖 陽光 有機會露臉 水氣量 也是一路的減少 在北台灣的話 剛剛有提醒的溫度的部分 北部的高溫 可以回升到28度左右 感受上面更加舒適 西半部地區則是要留意 可能溫差的部分 還是稍微明顯一些 因此接下來的天氣狀況 可以說是一路在回問當中 那我們在雲圖上面 還是要提醒大家 星期一 星期二 大家準備出門上班上課 留意東半部 東北部地區 都還是有震雨的機會 尤其在東北部 容易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可能 行動的外出的部分 騎車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路況 還有攜帶雨距 我們來看一下 在各地的詳細預測了 北部地區在明天高溫的部分 在23到27度左右 桃園以北有些局部震雨的機會 基隆稍稍涼一些 苗栗陽光露臉 中部地區高溫 可以來到28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都是一樣 陽光露臉的天氣形態 但是要留意溫差的部分 比較明顯 嘉義來到8度之多 南台灣的台南高雄屏東 也都有8到9度左右 而在東半部地區 可以看到在宜蘭稍稍偏涼 高溫的部分只有24度 花蓮台東也都有震雨的機會 高溫在25到27度 而在外島地區可以看到 也是天氣狀況比較穩定的 高溫的部分 大約在21到26度左右 未來一週的天氣狀況 在北台灣跟東半部地區 降雨的情況會比較多一些 不過從星期三之後 北部跟東半部 降雨會逐漸的趨緩下來 甚至到星期五六日 都是有陽光露臉的機會 而在外島地區 則是留意在馬祖星期三之前 有些震雨 澎湖則是在星期二之前 有些零星短暫震雨的機會 那在低溫的部分 馬祖稍涼大約在17度左右 小丁寧要提醒大家 兩件事情 北部東半部地區有震雨 尤其東北部有下大雨的機會 外出行車注意安全 攜帶雨距 另外西半部天氣晴朗 但是溫差比較大 有到8到9度之多 找出晚歸的朋友 記得多加健保外套了 我是陳甲廣 回來請您持續鎖定中視新聞 好的